歡迎收看Kiss一把照區 發燒排行榜 我是JoJo 我是楊淳 我們沒事搞什麼Vogue的那種 今天就是要你知道帥氣登場的部分 OK 那你加油喔 你就好不夠 OK OK 我會努力的 我們今天的Kiss一把照的主題要登場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最近的溫度實在是太高了 啊 手汗 尤其是台北最近的大排檔 大排檔嘛 大台北地區最近的溫度已經就是有衝破 算今年最高的38度超過 等於說體感溫度一定會在42、43左右 你怕不怕熱 我其實蠻怕熱的 但是我比較怕熱 因為你知道現在冬天啊 我就還要吹電風扇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可以讓大家看到 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其實我是站在中間 然後舅舅在旁邊 然後Kiki也在旁邊 我就站在中間 但是我很熱的時候我就吹電風扇 然後我往中間吹的時候 那個風就會散到隔壁去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很冷 對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是因為就是 有時候都會覺得演藝工作人員很辛苦 通常短袖的時候 他並沒有辦法襯托出他的帥氣跟美麗 所以有時候他們就可能還是要穿著長袖這樣子的方式 我就覺得很妙啊 但總之就是為了要這樣子的一個介紹 只是要提醒聽眾的朋友們 就是如果真的很熱 我覺得一定要記得多補充水 對 因為我上次我中暑了 對 你用了什麼方式幫自己解暑 我就是去那個去給人家刮沙 刮沙是真的蠻有用 因為我覺得中暑真的很不舒服 因為一開始我以為說我只是 因為有早餐沒有吃 然後午餐我也沒有吃 我就直接去就是主持小樂無私嫌的前場會 結果呢沒想到 我就想說好吧 真的好不舒服 到一半的時候我心蓬通蓬通的跳 很像心計這樣子 我想說我不會怎麼的 結果後來我就馬上結束之後 就趕快去補充一個珍珠奶茶 但是喝完之後還是一樣就很不舒服 因為比奶類啦 畢竟 還沒有辦法補充電池 你知道呢 因為我是用那個 那叫什麼 溫酒 就溫酒 蒸酒的那個溫酒 他就這樣輕輕一把我畫下去而已 我整個背部已經很嚴重 那個阿伯 那個阿伯 就說 沒有阿伯就師父 對師父 比較好聽 師父 師父就說 愛娘威啊 你真的很嚴重耶 我才驚覺到真的我自己很嚴重 因為晚上睡覺的時候 真的體內是很熱 但是我身體Body 又是cold的 又是很冷的 所以其實中暑 有些人也會熱感冒 其實那都是因為你的熱氣 悶在體內 沒辦法散熱的狀態之下 如果你又喝冰的進去 等於就是把你的熱氣給鎖住 你越是這樣的時候 你越要喝常溫 對對對 所以就是用這方式提醒大家說 中暑的機率蠻高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喔 好不好 愛護自己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進入到我們這個 華語榜的介紹的主題 CD 首先 這禮拜呢有兩張專輯 想要特別推薦給大家 而且這兩位呢 其實都是剛剛舉辦完 演唱會 真的嗎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第四名 一進榜就來到第四名 他就是帶著全新專輯回歸歌壇 全面淪陷這張專輯的 張少涵 Angela 這邊 不好意思啊 還有我自己找 好的 這一張的專輯來由您做 主Vocal介紹如何 我很喜歡張少涵 因為我覺得像是他上一張專輯的時候 就可以聽見他其實 其實還滿陽光的 我覺得他的聲音是那種高卡 而且以前的很多人都以為 他的聲音是那種電腦調出來的 但是以前其實可以看到他 新聞播放的一些畫面 例如說他的演唱會上面唱的歌 其實是真的很有實力的歌手 他本來就很有實力了 所以像之前看很多海豚彎鍊的 演戲也很厲害 對啊 所以他其實也很努力的專演著 致力於就是希望能夠帶好歌聲給大家 對 雖然說最近他你知道 他有一些跟前東家發生一些狀況 但是我不管怎麼樣 反正清風也挺他 我也挺他就好了 反正喜歡他的歌 或者是喜歡他的人最重要 你不喜歡你就不要踢評 或者是你就 對 每個人都有喜好不一樣 所以就是主題叫做全面淪陷 他也最近常常在我們的Kiss Radio 就是很多的這個主打的機會 希望大家能夠鎖定收聽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本身還加入了這張專輯的詞曲創作 又擔任了LMV的導演 對 就自己去主掌了那一切的劇情 對 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一位歌手真的走到後面的時候 有兜兜貼掉了 一個就是歌手真的是很厲害 你不能只是唱歌嘛 你還是要挑戰自我 但是Angela張少海他就是真的 一路以來不斷地突破自己 所以就把這張 介紹給你們全面淪陷 好的 接著下來 再來這個也是剛舉辦完演唱會 他竟然在南港開唱了兩天 但是大家都覺得唱不夠 他就是五月天 五月天他其實因為見證了很多 你知道有些五月天的粉絲 古迷 對 比如說有些是古灰迷 古灰迷 所謂的古灰迷他們很妙的名字就是 他們打成溫柔專輯就提到現在 像真的很久很久了 很久很久就是 對 然後這張的專輯叫做自傳 算是他們的第九張專輯 對 第九張專輯 因為他是寫 原本以為大家以為這張專輯叫做 作品9號 對 但其實他就是第九張專輯 所以就是這樣 嗯 所以呢就 他這裡面總共收錄了13首歌曲 然後值得推薦的是 很多人都覺得透過五月天的新作品 他有點像是把你帶回到原點 就是青春的原點 即使你現在已經處於一個就是 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人生是為了目標 到底是什麼狀態之下 你可以聽他們的歌找回一些初衷 所以才會有自傳這張專輯 其實自傳這張專輯 算是他們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算是出道這很久一段時間了 他們紀錄 算是濃縮他們自己的 例如說生活經驗 對 然後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很喜歡五月天的歌迷們 其實也都會被阿信的歌詞 給深深的打動 對 所以最近很主打的一首歌曲 叫後來的我們 他其實一直在強調的就是 也許當時你的舊愛 還是你什麼樣子的過往戀情 或者是當時很珍貴的友誼 現在可能都不負於以往 可是他只是提醒的就是 我們後來的我們 其實現在的人生路還更精彩 所以你就是勇敢走就對了 這是這首歌的精神含義 所以也想要推薦給你們 聽起來好想哭喔 蛤 我說聽起來很想哭喔 真的 這首歌還滿催淚的 所以就是連我們的實習生結束 實習都還用了這首歌 很棒的這首歌 對對對 就是他在提醒就是 後來的我們不管怎麼了 但至少後來的人生都是精彩的 就像是他們即將從這裡第一頁 這也不算是一個結束的點 其實也是正是他們正要開始的一個 一個新的台語 所以就把這一張推薦給你們 希望你們也都會很喜歡 五月天的最新專輯自傳 空降冠軍 恭喜五月天 恭喜 沒有啊就是很開心啊 空降冠軍 對啊所以就把這張專輯推薦給你們 看Angela將少喊的全面輪 Share 是的如果你對我們KISS Radio 因為接著下來就是八月份 我們將會有很多的 父親節相關的特別系列 因為也結合到了七夕情人節 所以也都會有很多的活動陸續登場 請上我們的 官網就是三個W.KISS.COM的TW 就是我們的官網之外呢 還有臉書粉絲團 就是搜尋KISS Radio就可以找到了 但是重點呢 也有一個好消息要跟大家講啊 就是啊那個啊 那個我不知道 他有幾分鐘 還兩分鐘 就那個啊 我真的不知道啦 收聽率啊 喔對 對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的支持 我們透過 尼爾森的廣播大調查呢 收聽率廣播大調查 我們在這一季 第二季 對第二季 我們依舊纏連冠軍 No.1 成績非常的好 這都要仰賴我們聽眾朋友的不見斷 對不見斷的就是給予我們支持 所以呢 如果有任何你覺得很棒的地方 也請服力於就是告訴我們 這些都是我們後製工作人員的這些努力 那包括呢 連獎金的這一位 他其實也非常的用心 對 對 最近都也是撿了非常多 當時的演唱會花絮 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 跟我們的聽眾高貴 真的 對 所以請大家 就是多多鎖定Kiss Radio 謝謝你們就是願意選擇我們 成為你的就是好朋友 對 就是這樣 好 最後呢 那我們就說掰掰囉 對啊 說掰掰 也剪成這樣子 跟他分享這個喜悅嘛 好累喔 不是 今天好累 那我們就這樣睡著了就好了 好不好 3 2 1 再見囉 3 2 2 3 2 2 5 6 8